我们念念不忘的一个人 阿弥陀佛 我们要把 所有一切人死 都看成 阿弥陀佛 我们给人打招呼 阿弥陀佛 他真的是阿弥陀佛 决定不是假的 他自己不知道 我知道 树木花草是阿弥陀佛 山河大地是阿弥陀佛 我们生在 阿弥陀佛心中 我们生在 阿弥陀佛身中 我能不生 极乐世界吗 不可能 我跟阿弥陀佛是一体 我跟阿弥陀佛 是一个心 无论是顺境逆境 无论是善缘无缘 通通是阿弥陀佛 让我在这个境界里头 成就 清净品的酒 这个事情 没有人能障碍得住 谁也拦不住你 要真干 要能万云放下 为什么 全是假的 亿万财产 假的 绝对没有一样是真的 待人要厚道 有很多人 文富不仁 对下人 刻薄 刻薄造成了 造成怨恨 那个怨恨 造成了 生生世世的麻烦 给人多一点 让他欢喜 不结我愿 刻薄 我们并没有占到便宜 真正占到什么 占到人家怨恨 你受到麻烦 为什么不叫人家欢喜 生外之物 尤其我们现在明白了 越诗越多 不是说诗了就没有了 越诗越多 张家大使 62年前 教我的 教我这三种布施 才布施 发布施 不会布施 因为我这三样都缺 最缺的是 财 命令没有财 寿命短 还好的 就是还有一点聪明智慧 还有能力辨别是非厉害 有这个能力 老师教我 修三种布施 的三种果报 修财布施 的财富 修法布施 的聪明智慧 修无微布施 的健康长寿 我真的不是假的 这些年来我们在外面 参加 参加许多活动 发现很多童年的 他们身体都不如我 什么原因呢 无微不许 他们没有注意到 老师 老师教我修 我真修 财 财 确确实实的 财用 没有缺乏过 虽然不多 够用了 要办事需要才 才就来了 确实 越是越多 越多越是 千万不要急 急财 上道 很多人 不知道 做人应该 大大方方 别人有困难 要诚心诚意 帮助他 讲为什么 将来他的成就 就是自己的成就 培养一个法师成功 将来这个法师 一生修行 讲经说法 度众生 种种功德 我有一份 我成就的 我有一份 那就是我的分身 不吃亏呀 便宜可占大了 那 可惜就说 没有人懂 他没有看到 他要看到 他会去正看 我们要制造分身 要制造化身 越多越好 才能够 广度 有景 我 没有人懂 可占大了 我 没有人懂 有点 我 我 没有人懂 感谢观看